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基因编辑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基因的乐队主唱 高歌生命的旋律 2.基因的图书馆员 编幕生物的知识宝库 3.基因的杂技演员 翻转细胞的惊奇表演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基因的乐队主唱 高歌生命的旋律 各位音乐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特别的乐队 它的主唱不是人 也不是动物 甚至不是任何你能在舞台上看到的生物 这个乐队的主唱是基因 它们在每个生物体内高歌生命的旋律 演绎住一场场精彩绝伦的生命交响曲 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乐队的成员 在这个乐队里 DNA是作曲家 它拥有所有的乐谱 基因 这些乐谱记录住生命的指令和秘密 而RNA则是指挥家 它负责将DNA的乐谱转移成 可以被细胞乐器演奏的语言 至于蛋白质 它们就是隔中乐器 负责实际演奏出生命的旋律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乐队的主唱 基因 基因是一段段的DNA序列 它们像是一首首歌曲 包含住特定的旋律和节奏 当生命的大合唱开始时 基因就会开始它们的独唱表演 这场表演是如此的精准和协调 以至于每个细胞都能够准确地知道 何时该高声歌唱 何时该低声音唱 但是生命的舞台上总是充满了意外 有时候 基因可能会走音 或者演唱错误的歌词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因突变 大多数时候 这些小失误 不会对演出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偶尔 它们可能会导致整个乐队陷入混乱 甚至引发疾病 不过 不要以为基因只会按部就班的 重负同一首歌 它们其实非常有创意 经常进行极星演奏 这种极星演奏 或者说基因表达的调节是生物体应对环境变化的方式 当环境变了调 基因就会改变它们的演唱风格 已是应新的舞台环境 最后 我们要记得 这场生命的演唱会从未间断 从古至今 基因一直在演唱 它们的歌声穿越时空 从单细胞生物到复杂的多细胞生物 从远古的海洋到现代的森林和城市 基因的乐队一直在演奏住生命的旋律 而我们每一个生物体都是这场宏伟交响曲的一部分 共同谱写住生命的无尽篇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基因的图书馆员 编目生物的知识宝库 各位亲爱的知识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非常特别的图书馆员 他不仅不会晋升 还会不停地复制和分类资料 他的名字叫做基因 这位图书馆员工作在生命的图书馆里 也就是我们的细胞中 而他馆里的书籍则是DNA 一本包含了所有生物蓝图的超级百科全书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基因图书馆员的工作环境 DNA这本百科全书是由无数的字母组成的 这些字母就是著名的A 线飘令 T 胸线密定 C 胞密定 和G 鸟飘令 这些字母按照特定的顺序排列 形成了基因这些独特的词语 而基因图书馆员的工作 就是确保这些词语被正确的复制 存档和表达 这位图书馆员的日常工作可不轻松 他得时刻注意DNA中的错误 这就像是在校对一本永远也校对不完的书 当DNA复制时 基因图书馆员得确保每一个字母都被正确的复制 没有遗漏也没有多余 否则就会出现打字错误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突变 有时候 这些突变会导致生物的特性发生变化 这就像是书中的一个情节突然改变 有时候会带来新的故事情节 但有时候也会导致故事的提前结束 不仅如此 基因图书馆员还得负责编幕 在生物的世界里 这意味着基因的开关要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被打开或关闭 这就像是图书馆员得知道哪些书该在夏天展出 哪些书该在冬天收藏起来 例如 有些基因在胚胎发育时非常活跃 但在成年后就不再需要了 这就需要基因图书馆员精准地控制这些基因的节约时间 当然 这位图书馆员也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挑战 比如说 有时候一些外来的因素 比如病毒 会是图将自己的资料强行插入到DNA这本百科全书中 这就好比是 有人试图在图书馆中 偷偷放入一些自己写的小册子 希望能够被人借阅 基因图书馆员的警觉这些行为 并且将这些不受欢迎的资料移除 最后 我们要感谢这位不知疲倦的基因图书馆员 因为他的辛勤工作让生命的故事得以延续 每一次细胞分裂 每一次基因表达 都是他在默默地维护住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图书馆 下次当你看到一朵美丽的花 或是一只奔跑的动物 不妨想想 这些都是基因图书馆员精心编目的结果 哦 当然了 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什么奇特的特质 也许那正是基因图书馆员给你的一个小小的打字错误 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情节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基因的杂技演员 翻转细胞的惊奇表演 各位观众 准备好您的望远镜 因为我们即将进入细胞的马戏团 观赏那些令人惊叹的基因杂技演员们的表演 首先 让我们热烈欢迎我们的明星演员 转录音子 这些小家伙 就像是马戏团的指挥家 决定哪个基因该上场表演 哪个该队场休息 他们绑定到DNA的特定序列上 就像是找到了马戏团中最佳的表演位置 然后开始他们的魔法表演 启动或抑制基因的表达 接下来 请看这位多才多艺的表演者 RNA聚合梅 这位大师级人物在转录音子的指挥下 沿着DNA紧绷的绳索行走 一边走一边将DNA的信息转录成MRNA的讯息 这就像是将一个古老的卷轴 翻译成一本现代语言的书籍 准备好让其他细胞机器阅读 但别以为这就是全部 RNA剪接体这位隐形的编辑大师 会将刚刚转录出来的MRNA进行剪辑 删除那些不必要的片段 也就是内含子 并将有用的外衔子拼接起来 这就像是在电影剪辑室里 将所有精彩的画面 剪辑成一部无人能抗拒的大片 当然 我们的表演还有一位关键的角色 和糖体 这个细胞内的工厂 将MRNA的讯息翻译成蛋白质 就像是将一份食谱转化为一道美味佳肴 这些蛋白质是细胞内的工人 负责完成所有的胜利功能 从运输到结构支持 再到信号传递 但是 这场表演的最大惊喜是基因编辑技术 如Chris Perkai9 这就像是马戏团中的魔术师 可以精确地改变DNA的序列 就像是在一本书中改写某个字句 从而改变整个故事的走向 这项技术的潜力是巨大的 从治疗遗传疾病到改良作物都有可能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 在幕后默默工作的基因修饰媒 它们通过添加或移除化学 标记来调节基因的活性 就像是在舞台背景上增添或移除道具 从而影响整个表演的氛围 这场细胞内的马戏团表演是如此精彩 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精准 每一个角色都是那么关键 而我们 作为观众 只能对这些基因的杂技 演员们的惊奇表演爆 以最热烈的掌声 不过 别忘了 这场表演是24小时不间断的 因为在生命的马戏团中 表演永远不会结束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基因的不同角色 以及他们在细胞中的表演 基因就像是一支乐队 由DNA RNA和蛋白质组成 它们共同演奏着生命的旋律 基因不仅是生物蓝图的管理者 还是生命交响曲的演奏者 在这个生命的舞台上 基因的演唱是如此精确和协调 让每个细胞都能准确地知道 何时该高声歌唱 何时该低声吟唱 但有时候 基因可能会走音 或者演唱错误的歌词 这就是基因突变 基因的即兴演奏和调节 也是生物体应对环境变化的方式 基因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图书馆员 管理着生命的百科全书 基因的工作就是确保 DNA的正确复制 存档和表达 并控制基因的开关 让它们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发挥作用 基因的工作就像是在编目生物的知识宝库 让生物体的多样性得以延续 另一方面 基因也可以被世卫细胞中的杂技演员 通过转录 剪辑和翻译等过程 完成一系列惊人的表演 这些基因的表演 使细胞能够正常运作 从而让我们的身体正常运行 最后 我们要记住基因的表演是生命的持续不断的交响曲 从古至今 从单细胞生物到复杂的多细胞生物 基因的乐队一直在演奏着生命的旋律 作为观众 我们只能对这些基因的惊奇表演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基因的表演和他们在生命中的角色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吗 快来参与讨论 让我们一起探索基因的奥秘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